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個大家還來參加這個會 實在是令我非常感動 那台灣的確現在是風雨飄搖 一下是和平殿堂趴趴 一下是blackout 那這種風雨飄搖到底它背後的層面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就是它是整個台灣整個系統性的問題 這個和平電塔倒塌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新鮮事 這邊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1999年7月的時候 其實在應該是在苗栗吧 有一個電塔 中部有一個電塔倒塌 台灣也是西半部blackout 18個小時 那這樣的一個經驗 十幾年前這樣的一個經驗 沒有讓我們的電網的佈局 再重新強化或改變 所以和平電塔會倒塌 甚至是說大坦電廠 因為換氣的輸送的裝置 也沒有任何的防呆跟預防的機制 就這樣連續的跳跡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台灣 基本上是系統性的風雨飄搖 風雨飄搖 所以現在最近有 今天當然是我們是一個深度低碳的沙楼 但是會跟能力有關係 那今天很高興各位來參與這個 我們這個活動稍微簡介一下 我們這個活動是跟中原院主導的一個叫深度減碳的計畫 合作 那我們這是屬於這個其中的一個指向計畫 我們特別在做社會實踐跟公眾溝通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大家要面對就是台灣 怎麼去解決這麼風雨飄搖的問題 大家要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這種系統性的機制沒有去處理的話 以後都還會發生 那一旦會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會就開始有聲明出來 要不要重啟怎麼樣的能源 我覺得這個辯論基本上可能還是要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今天會面對的東西 好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有幾位雨潭人 那我們第一位在我右手邊 我們請到那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會的書 來守護執行進書 那大家歡迎 那我們第二位就請到能源局的這個中俄企劃組的莊敏子部 大家可以想像他們在最近一定非常的忙碌 在公務之外現在還可以來這邊 這個應該替他們多鼓勵一下 我看最近一定很糟糕 好我們第三位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梁以李嘉辯東亞協調員 我們本來是氣候青年 氣候青年主席 還沒畢業的時候 是我們梁以後 他是跟各位一樣這麼年輕 就很關心氣候變遷的議題 那我們在我左邊這一位是我們風險中心的博士 趙家瑋博士 好那我想我們請到這幾位 大概就是都在這個議題上面有很多琢磨 也很多關心 那我想現場也很多朋友對這些議題 很多關心 那我們今天是沙龍 沙龍應該是要很輕鬆 所以待會就是說辯論的時候 如果大家可以辯論的時候 不要太激烈 我想很多朋友舉起起來就說 說你們主辦單位這數字也搞錯 那數字也搞錯 上次我聽了都覺得五味雜陳 就是說你說的最不對 別人說的都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社會 應該是一個多溝通的時代 應該知道 因為這種風雨飄搖 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也不是說今天要去重啟一個都可以改變的 重啟那個東西一樣也會出問題 這個就是有很多的問題 好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有兩個小時 有兩個小時 那各位知道現在一粒一休很嚴格 所以超過九點的時候 我們同仁就說 我們主任可憐要加心 所以我們盡快在九點的時候 就把它結束掉 除非有人覺得欲罷不能 所以我們第一個小時 就請四位你談人 每一位就十五分鐘 那我們倒數兩分鐘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會響鈴跟舉牌 就請我們的雨潭來賓 控制一下 然後我們就進行了四位的雨潭之後 那我們大家就來多做一些溝通 希望今天晚上是一個愉快的沙樓 也是風雨飄搖 大家愉快一點這樣子 好那我們第一位就請我們 趙家瑋博士 最近大家在公司上 常常有看到他 他在對一些政策 提出他的想法 來我們歡迎他 那今天的題目要談 深度低碳下的 化石燃料補貼改革跟測試行動 大家歡迎他一下 好謝謝各位 那我到前面來報告 這樣大家比較看得到 今天最主 我接下來十五分鐘的話 我大概最主要的 就是 針對這些沙樓的部分 做個基礎資訊的上面的介紹 讓大家了解說 那為什麼今天 我們在這個深度低碳的沙樓裡面 我們要談這個化石燃料補貼改革 以及高碳產業測試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在談那個深度低碳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 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系統裡面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去 是到底是在補貼所謂的排碳 還是懲罰排碳 如果我們按照一個 國際留言總署他們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調查裡面 他們談得出來 他發現到說 全球各國我們如果把他們的 有採取那個所謂的碳稅 碳交易的碳定價的措施 等於說是想辦法能夠讓 碳從原本的一個污染物質 是沒有價格的 那藉由這些政策制度 要求消費者 跟那個生產行為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把這樣的 排碳量把它化成成 你的成本之中一環的 這個碳定價措施的話 全球目前大概只有 11%排碳量 他是有採用 他是被規範在那個 碳低價措施之下 而平均每噸的話 我們大概只科了7塊錢 等於說我們現在全球大概就是 有11%的碳排放量 他們必須要付出 每噸7塊錢的代價 但是相反的是 我們全球目前的話 卻是因為 我們去鼓勵大家使用化石燃料 鼓勵大家使用化石燃料 我政府便利的預算 或是我定價格的時候 我想辦法定的地域成本 而這樣的因素 就是要產生所謂的碳補貼的情形 而全球目前有13%的排碳量 是在處於這個 碳補貼的情形 就是說我們政府便利預算 便利預算去鼓勵它 我們用國庫去鼓勵 用納稅的錢去鼓勵化石燃料的使用者 盡量多可能的使用化石燃料 然後產生排碳行為 而且我們這樣平均來講的話 每一噸排碳 我們鼓勵的費用是花了 高達115塊美金以上 115塊美金以上 等於是我們目前有的碳定價 這樣的一個水準的 大概15倍左右 所以這是我們 當然了解到 那我們現在面臨的五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談這個深度低碳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了解到 目前均勵的制度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是比較去補貼排碳 而不是真的去懲罰排碳的行為 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們全球還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大家都是補貼去鼓勵排碳嘛 所以變成是說 那大家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就很高 而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很高的時候 那就變成怎麼樣進行呢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化石燃料的業者 這些大的煤礦業者 大的石油業者 他們的股價就很高 那股價很高 因為這些化石燃料業者 他們的股價高的話 所以用很多資金都是有到他們那邊去 但問題是這些化石燃料的業者 他們的股價高的低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就是說 他們這些化石燃料業者 他們找到了多少的油田 找到多少的煤礦田 然後這些煤田跟油田或天然氣田 他們運產量他們可以充分開發之下 所以他們才能夠擁有 那麼高的一個股價 那麼高的一個資產價值 那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想辦法讓全球 能夠抑制在增溫2度C以下 全球目前已知的化石燃料 運產料裡面的話 你有五分之四以上 你都是不能夠開挖的 這等於說你必須要把 五分之四以上的化石燃料的運產量 必須要把它留在地裡面 你不能再把它開挖起來使用 把它燒掉 不論是我們在開車的時候使用的石油也好 或是我們用燃煤電廠 燃煤我們用電 然後需要燃煤電廠 發電過程中所耗用的煤炭也好 因此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那這五分之四以上 這些的運產量不能用 那就代表說 原本這些化石燃料業者 他們的資產有五分之四 有八成的資產必須要凍結 因此如果這些資產完全是凍結之後 那我們得到 我們就 國際上面的研究知故 就發現到一個情形 那它會產生一個所謂的 碳泡沫化的機器 就是說你的資產 其實並沒有他們的價值 這些化石燃料業者 資產並沒有到價值 會因為你這些 沒有辦法動用這些 你自己所掌握的這些運產量 導致你的 石油跟天然氣的資產 會上到 會叫目前的資產 目前的價值大概減少 減少大概是六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左右 好那這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我們因為現在覺得這些化石燃料業者 他們的市價很高 像什麼殼牌石油 英國石油 你會覺得這些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因此我們就發現它會是我們主要的投資標的 甚至包含是大家很多人的聯金 上國都投在這些企業身上 但是這些企業 他們未來是很出於很高的一個 很高的碳泡沫化的風險 如果我們這邊沒有去加以扭轉的話 我們就會出現到說 那就是為了要補儀這些化石燃料的產業 他們的資產能夠繼續維持到這個水準 那我們就必須要 勢必要去開發一些 開發一些化石燃料的運償量 那就會產生一個氣候崩潰 就是氣候就會超過 遠遠超過2度C能夠承受的碳排放的額度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做那個調整 然後我們就是規範說 好那這些化石燃料業者 你這些資產你都不能動用 但是我們的投資行為 我們也不去做那個調整的話 那我們就會面臨到說 因為這些龐大的資產它的減損 那就會產生到一個所謂金融崩潰的情形 因此現在我們就要面對的事情是 我們現在還有辦法做正正調整的時候 就要好好去思考說 我們如果去流轉剛才前述的化石燃料補貼情形 以及在對這些高碳排的這些經濟行為 能夠去加以減少它的投資 因為其實按照巴黎協定 按照就是2015年12月通過的巴黎協定裡面 大家都是很開心的看到 在他們在第二條裡面講的第一句話 就是要求說 我們要把增溫控制在設置2.2度C以內 然後甚至在1.5度C為目標 但大家都往下看兩句話 就是說 他裡面巴黎協定的第二條 第二條跟這個減碳的目標同樣重要 同樣重要並列的一個就是叫做 要想辦法讓資金是流向 對於低排放 跟對於有助於氣候變遷調適有關的一個投資行為 所以按照IPCC它的規劃來講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要達到增溫 要想辦法讓增溫是一直在2度C以內 我們必須 我們在 那個能源 在再生電源投資 再生電源投資 跟節能投資上面必須要大幅度增加 而在增些化石燃料投資方面 不論是開採或是這些 或是燃煤電廠的清建的投資 必須要大幅度的消減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想辦法去扭短這樣的一個資金流 而扭短這個資金流的話就是有兩個做法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要去檢討我們這個所謂的化石燃料補貼 要想辦法讓這化石燃料補貼的政策 能夠有所移除 因為這化石燃料補貼就等於說 是我們用錢去鼓勵大家多使用化石燃料 多使用石油 多使用天然線 多使用燃煤發電 因此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說 國際上面在談這個減碳的時候 其實很多國家都已經強調說 他們在未來推動減碳計畫裡面 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去改革 他們目前他們國家現存的化石燃料補貼 然後甚至是在2016年的時候 G7就是世界上主要的七大工業國家 他們已經訂出一個明確的時程 就是2025年的時候 2025年的時候必須要充分移除化石燃料補貼 然後在2015年通過的 世界的有續發展目標 有續發展目標裡面的話 其中在第12項目標裡面 講說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裡面 也有一項西項裡面是強調說 我們必須要針對化石燃料補貼 必須要進行合理的調整 這樣才能夠去旅行 有續發展目標的願景 好那我們現在來回頭看一下 化石燃料補貼的改革 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化石燃料補貼是什麼 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呢 我們化石燃料補貼的話 我們講的補貼顧名思義就是說 你的市價 你的市價 你付出來的價格 低於你的成本 這中間的這個價差 這市價跟你這個 你的成本 生產成本之間的價差 這就是一個補貼的存在 那問題是 我們來講說 所謂化石燃料的真實的生產成本 除了這些內部的成本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成本 大家不要忽略 就是環境外部成本 就是你使用化石燃料補貼 產生出來的外氧化碳排放 產生出來的空氣污染排放 然後這是你鼓勵去使用 甚至你是不是有 是不是還包含一些 就是你使用那個 私人運具 你所產生的賽車 所導致的外部性 所以這些環境外部成本 也是必須要被納入考量的 所以國際上面 針對化石燃料補貼的話 就有兩個思考 第一個部分是說 好 你這個 你的市價 就是你消費者去使用 去購買化石燃料的價格 你是低於它的生產成本 而另外一個概念的話 就是說 它除了要砍掉它這個低於生產成本以外 還要砍掉它是 沒有把這些環境外部成本 這些反映在你價格裡面 因為這些環境外部成本 這些空物排放的外部成本 你沒有反映到你價格裡面的話 其實你是把它轉嫁到 其他人去就醫的時候 它因為 因為這些空氣污反物 導致他們哮喘 必須要去就醫的時候 他們所支出來的 得醫療支出 所反映在內 所以就變成其他人去補貼 你使用化石燃料的行為 所以他們就有這兩個思考 就是在講說化石燃料補貼的話 有兩個這樣的想法 一次國際他們就不斷在盤點說 那全球的化石燃料補貼 到底在這幾年的趨勢為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是 這是 國際貨幣基金 他們針對那個全球化石燃料補貼 就是沒有考慮到環境外部成本之下 沒有考慮到環境外部成本之下 這幾年來 你可以讓他看到 這化石燃料補貼 從占全球 補貼額度 在全球大概是0.8%左右 GDP的0.8% 也會降到0.4%左右 這看起來一個很顯著的進步 因為在這幾年 沒有面臨到所謂 油價 剛好是處於一個低油價的情形 所以有很多的產油國家 他們覺得 那我也沒有必要再補助我 再補貼我 消費者去使用石油 所以在化石燃料補貼的 睡前的補貼 不考慮環境外部成本補貼 已經有大幅度的削減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個 令人優先的狀況卻是 如果你把環境外部成本 納入考量之後 考量之後 你的外部成本 還是不斷在增加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 我們目前這個補貼改革的 調整政策裡面 並沒有辦法讓大家 削減化石燃料的使用 變成說你使用這些化石燃料 你會產生排炭量 產生出來的空氣污染量 還是那麼多 所以還是會產生 補貼的額度 還是會繼續增加 這是一個國際上面的情形 那我們再來看看 台灣的情形 台灣這邊的話 比較可惜的就是 化石燃料補貼 這樣的一個議題 在長久 在國際上面倡議很久 但是我們在這邊的話 還是缺乏 國內自己本土性的估算 所以我們只能引用一些 是國際組織所幫忙 估算的結果 像這是國際人員總署 他有幫很多主要的 經濟體去做估算 台灣這邊的話 他也有所估算 可以看到說 我們化成要補貼的額度 從2011年的21億美金 就是大概是630億台幣 630億台幣 然後移入到2014年的時候 正到只剩下2億美金 所以這是在談所謂 不談外部成本的時候 的補貼的狀況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很重要的一塊 就是因為電價充分反應成本的時候 那我們就變成說 不要去補貼大家用電 所以我們在這一塊 電價跟油價這邊的補貼的額度 有大幅的削減 但可惜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再拿國際貨幣 我們拿國際貨幣基金 正對台灣這邊估算 如果我們把外部成本 拿出考量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說 我們的外部成本的補貼的額度 高達是316億美元 就大概是1兆 2015的時候 他們多計大概是1兆美元左右 這1兆美元這個數字的話 是李遠哲前演講 他在演講裡面 都會強調的一個數字 他認為說 這就是顯示說 我們台灣目前的政策重點裡面 應該要小心辦法去 應應這些化石燃料補貼的外部系 因為我們這些化石燃料補貼的外部系 這個額度 就1兆美元 這個相當於我們GDP的5%以上 我們有些詳細的數字 在外面的海高雲 大家休息時間可以去外面看一下 我們有把我們的這些 砍點出來的結果 也去做的所呈現 然後可以看到這些補貼額度裡面 最高的是來自哪裡呢 最主要是溫室氣體排放 另外一個就是空氣外汙的排放 好那我們要看看說 如果我們這些補貼改革的話 我們大概會有哪些的效果 因為我們這些補貼改革的方式 就是最主要就是把這些環境化不成本 如果都反映到我們的店價跟油價的時候的話 至少我們這些節能投資 它的回收年限幾乎可以大幅度的縮減 可以大幅度的折半 另外一部分的話就是說 像我們的電動車 像我自己是騎勾勾勾的嘛 所以我就講說 然後我們勾勾勾勾真的都只能靠補貼嗎 我就拿這個環境外部成本這樣去算 我發現要說 如果我們真的能把這個環境外部成本 去反映到我們的油價的時候 我們現在根本不用去補貼勾勾勾勾勾勾 因為這樣子 因為你使用燃油機車的成本 就是會比電動機車來的高 所以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想 化石牆補貼的改革儀儲的話 它對於在環境面上有這些正面的效用 而且大概對整個減碳來講的話 大概估計可以 在台灣這邊的話 大概是可以減少 大概是三千萬噸左右的費用化碳 所以我大概做了一個簡單勾算 好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化石牆補貼裡面 我們還有一些是直接的補貼 直接的補貼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 我們在編的一些政府編的預算裡面 有補貼 而大家漁船的用油啊 或是補貼離島地方所使用的燃料補貼 或補貼中地售物部使用瓦斯 但有些補貼是合理的 有些補貼的話我們認為說 可以有一些新的思考 因為這邊的話都在想說 有什麼樣的機制 讓台灣的相關主管機關 能夠去檢討自己的補貼是否合理呢 這邊我們就看到說 這是在APEC的機制下面 我們台灣志願去參與了 除了APEC的同彩審查 化石牆補貼的同彩審查 這一塊的話等下 專副組長會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但是我要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剛才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補貼額度比較高的 像是這些漁業用油補貼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前面比較爭議到的是說 我們針對工業用電有沒有去補貼 但是這些重要的補貼項目 都沒有在我們這次討論的 五個補貼項目內容之內 我們這五個補貼項目裡面 在談的就是工業的補貼補貼 裏導的補貼 然後更問題是 這五個補貼經過國際專家審查之後 他們認為說這五個補貼 都是屬於環境有害補貼 所以這是屬於應該要被 無效率的浪費的 然後必須要被移除跟改革的補貼 這就是國際上面第一次有看到說 在這個同裁審查裡面 我們大概是那個被建議 被認為說是 就是等於說我們是手勢 所謂的五度五官就是等於說 你提出來的五個審查項目 然後都五個都被認為說是 應該要去被改革的項目 所以這一塊的話等一下 中央部主辦可能會有更多說明 然後最後再用兩分鐘時間簡單說一下 我們這個化石燃料 再講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測試行動 這測試行動的話就是說 國際上面認為說 我們認為說化石燃料這一塊 我們就不應該再繼續投資化石燃料 也不應該去投資高碳產業的行為 因為在國際上面的話 很多學校很多慈善機構 都開始檢視他們的投資組合 甚至包含退休基金都在檢視他們的投資組合 那在電話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那我們台灣目前的話 正對這些我們主要的排放源上面 我們的年金上面 我們的年金有沒有在投資在這些高碳產業 像這是我們中興所盤點出來的 台灣的十大溫室氣體的排放源 因為我們把這個用電的溫室氣體排放 都已經攤分到各個企業體身上 那我們就盤點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到說 我們現在前陣子大家炒很多的 在炒年金 但就是會議到說 我們年金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們目前年金的投資標的裡面 有15%是投資在所謂的 台灣的十大溫室氣體排放源 所以如果未來我們這些 因為減碳的政策導致這些影響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所 他就對這些企業的肯救會的經營 的前景可能就有所影響 他必須要再去加以修正 而另外一部分就是 國發基金等下會談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講說 國發基金相較於剛才的 老退基金已經算是好很多 但是國發基金裡面的話 我們還是有看到說 有投資像中鋼這樣的選擇 然後台積電這樣的選擇 那這一塊的話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做討論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 我們剛才推到 國際的測試行動裡面 很重要都是從大學開始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開始可以看到 台大的永續部 開始在檢視台大的校務基金 到底有沒有投資在這些高攤產業裡面 但是我知道 永續部這一塊 在推動這一塊的時候 遇到一些在校內的不同的意見 等一下的話 大家或許在座有永續部的夥伴的話 可以做一些分享 好 那最後必須要提的是 那檢視這個 你的退休基金 有沒有去投資這些高攤產業來講 退休基金有沒有去針對化財產量測試 這其實是 已經國際上面 很多國家都在採取的作為 但這一塊的話 我們目前在談這個 也經改革的時候 我們卻似乎沒有 應該還要去討論這一塊 這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這邊有倡議員講說 我們在談這個測試行為裡面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到說 那我們現在有的這些公有基金裡面 如何能夠作為是一個 鼓勵我們資金 鼓勵台灣的資金 對環境友善 對減碳友善的方向去流動 而把它從原本 對鼓勵排占行為的投資 有所削減 好 以上就是我簡單的一個 引言的介紹 好 好 那謝謝嘉偉 謝謝嘉偉 我想這個深度減碳 大概是一個跨領域的 跨領域的問題 那我們台大校園的投資 也有責任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邊有台大學生 聽了回去就寫臉書 去跟校長反應一下 注意這一件事情一下 那這跨領域的年代 所有事情都會牽涉到我們個人的權利 也會牽涉到國家的發展 好那剛剛談到國發基金 我們接下來就歡迎 我們的這個 國發基金的這個書 書部執行秘書 主持人 各位議談人還有議會的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想我今天來了大概主題不會完全鎖定在 高碳或低碳 我要介紹一下整個國發基金的運作 然後再跟各位報告 國發基金第一年來再配合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改變 我們呢其實剛好跟剛剛那個趙博士說的完全相反 我們是從高碳撤資 逐漸投資到低碳 那我想 國發基金呢是一個很特別的單位 它在政府機關裡面呢很少見有個單位呢是以投資為主要業務 那國發基金呢其實呢是根據產業創新條例裡面有設定 它寫行政院應該要設立國家發展基金 那其實我們最早在民國62年 那個時候叫做促進 什麼什麼 獎勵投資條例 那當時因為呢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呢 你也知道台灣的百費擔心 投資行為非常的不興盛 所以當時呢政府呢就想說呢 要以政府的資金來帶動投資 所以從民國62年呢就設立了 原來叫做開發基金 我想各位都有聽過這個名字 那開發基金跟現在的國發基金呢 它最主要的任務呢就是說 當政府要決定要發展某一個產業的時候 那麼這整個配套措施很多 有的人要負責去做法規則調整修正 有的人要做將人才的培育 就像各位在做的 有的人要去負責技術的研發 有的人要做市場開拓品牌的創新 我們是負責資金的提供 所以呢我們呢我要特別強調 我們投資在所有高碳的產業裡面呢 兇手都不是我們 我們只是筷子手負責執行 真正判行的是在走手邊的莊副組長 是因為我們是配合政府的產業主管機關 包括目前的國發會 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 當他們決定發展什麼產業 各部會呢各自分工 我們就負責提供資金協助 那麼我們提供資金協助呢 資金的協助大概來自有投資 融資還有剛剛說的捐補助 另外一個就是租稅底檢 那除了租稅底檢不做之外 我們投資股權投資 融資債權融資捐助補助 我們都有做 所以呢只要是資金可以提供的 我們都會在這裡面 那麼其實呢我們的捐補助呢 是最近呢才開心有的 等一下會稍微的報告一下 那麼融資呢 我們其實是跟國內的銀行合作 我們的做法當然簡單 我們其實是把錢借給銀行 只是我們借錢給銀行的時候呢 幾乎不收利息 換句話說降低銀行的整個資金成本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求 你代放給廠商的時候 你的利益率要壓低 希望能夠降低國內的產業呢 廠商他的一些呢 資金的成本 以增長他的產品的競爭力 那麼融資出現的風險 完全由銀行來承擔 所以我們其實做的非常簡單 就是保本 那麼呢壓低整個銀行的資金成本 那麼這一塊呢 因為幾乎都不收利息 所以這一塊呢 大概是我們的業務有在做 但不是我們的主要業務 我們 而且呢 有關的這種所謂的專欄的第一代款 包括融捐補助 這些呢 其他單位都有做 我們唯一跟其他的政府機關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有做直接的股權投資 那麼我們直接的股權投資呢 有分成三大類 這個是依照整個歷史的淵源來的朝期 我們直接投資到一些政府要推動的叫做旗艦型的大的投資計畫 好 那麼在民國62年成立之後呢 我稍微統計一下 我們最一成立之後 投資的三個案子 就有兩個是石化業 當時的確台灣早期 因為百費擔心 所以呢 石化 鋼鐵跟傳統產業 大概是主力的產品 那個時候我們配合政府的產業政策 我有統計了一下 我們大概投了有三家石化業 一家鋼鐵業 因為有一家呢 剛剛有提到中鋼的會跟你報告 他當時的原油 那麼還有投資的橡膠業 可是呢 他的投資都是從民國64年到72年 到了72年之後呢 我們的整個產業環境改變了 我想這個時候大家也知道 台灣決定要推動半導體產業 結果非常的不巧 我們又配合政府政策 投資了一個叫做金基母台灣基母電路 製造的我們有些公司 所以我們在民國75年來投資了台積列 你會發現到早期投資的幾乎呢 當時為了能夠經濟成長 完全比較沒有辦法兼顧到環境永續 所以當時能賺錢的 只要能賺錢的產業就是好的產業 可是呢 後來陸陸續續呢 我們開始後來發現到呢 這裡面呢 我們稍微報告一下 這整個我們的投資策略的演變 早期都是投資那種政府呢 旗艦的計畫 他的募資規模都非常龐大 那麼石化鋼鐵半導體 他的資金規模的確需求比較大 再加上當時的政府政策 只要經濟成長 那麼環境永續呢 暫時先不能兼顧 可是當台灣的開始呢 進入半導體產業的時候呢 我們蓬勃發展 當時獲利很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考慮到 賺錢是很重要 可是永續的社會環境也相當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配合政府政策 開始投資了很多 包括生物科技 文化倡議 還有甚至包括有綠郎 那麼可是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發現到 因為早期我們投資的標題很簡單 只要石化鋼鐵傳送產業 這是大的旗艦計畫 可是後來呢 發現到呢 我們投的都只能照顧呢 所謂的大企業 中小型的企業呢 台灣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呢 佔留百分之97以上 所以我們呢 隨著產業的環境變化呢 我們把我們的投資資源 逐漸的灌注到中小型 可是當時我們的開發基金呢 整個總員工加起來不到20位 我們如果要去照顧這麼多的中小企業呢 我們的能力絕對遠遠不足 所以呢 我們在民國72年呢 就配合財政部引進國外的 創業投資事業的這種觀念 那這個時候呢 引進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拿我們的資金 去投資到 這些引進來的創業投資公司 那麼呢 我們投到創業投資公司呢 有幾個好處 我們投了百分之30 他要叫做民間不反基礎的資金 等於結合民間的資金 而且交給民間專業的投資經理人 來幫我們做投資管理跟投資的評估 所以呢 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這樣 而且還能夠拓展我們整個國務發金的能量 因為等下報告 我們在過去的投資裡面呢 獲利頗為豐碩 雖然我們的資金龐大 但是人員受到政府機關的限制 沒有辦法拓展我們的投資能量 所以我們就提供資金跟民間的專業投資人才 來結合 透過他們的專業能力 來讓我們的投資能量擴展 所以我們就有投資了很多的創業投資事業 包括國內的叫做創業投資公司 在國外的通常叫做創業投資基金 好 那麼這兩個方法呢 第二個方法呢 合作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呢 讓台灣過去呢 過去了一段時間呢 資訊半導體的產業呢 蓬勃發展 那麼可是呢 當它蓬勃發展呢 怎麼投怎麼賺錢的時候呢 這些創業投資公司呢 只要有高獲利 它就敢承擔高風險 可是後來呢 那逐漸呢 資訊半導體呢 也變變的變成了傳統產業 這個時候呢 它就變成低獲利 創投公司呢 也就低風險 所謂的低風險就是 往即將接近上市規的來投資 這跟我們當時的本意不一樣 而且當時的創投事業呢 要募集資金很不容易 當時的創投事業呢 幾乎已經岌岌可為 逐漸的往下走 左向低迷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們又推出了第三種方法 我們這個時候的想法非常簡單 我們國發基金呢 畢竟是一個執行單位 我們不是政策的執行單位 的制定單位 所以呢 我們就跟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處 他負責中小企業的政策制定 經濟部的工業局 他負責整個大企業的經濟政策的制定 我們還跟文化部共同合作 我們就是把我們獲利所得來的充裕的資金 提拨這幾個單位 分別給他幾個方案 每一個方案我們提拨100億元給他 這100億元就委託他們來代操 因為他們對於產業的發展的方向 對於國內產業的狀況的了解 會比我們國發基金的人來得熟悉 可是他有個缺點 因為他每個都是行政人員 除了政府機關 除了國發基金之外 大概沒有人在做投資評估 投資管理的 所以當時他拿到這筆錢呢 雖然對產業很熟悉 可是他不曉得怎麼去投資 所以他就跟國內的創投公司 找了一些比較活躍比較正派 比較積極的創投公司做合作 我們叫做共同合作投資 合作的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你跟我合作的創投公司 你在國內裡面看到一家企業 你覺得不錯 你願意用自己的錢來做投資 我們國發基金就蒙著眼睛跟你對面投資 你投2000萬我就跟著投2000萬 而且我們還提供誘因給他 包括給你管理費 包括賺的錢 讓你分享你的績效 分享你的獲利 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他需要擴展的是 希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於產業方向跟產業的了解 再結合民間創投公司的投資經營 投資管理的專業能力 我們提供誘因又提供資金 不但擴大我們的投資能量 而且還讓當時第一名的創業投資事業 因為獲得這些資金呢 就開始就傳過起來 目前的創投基金又開始風波發展 那麼最後一個叫創業天使計畫 那麼本來我們國發基金在投資的時候 我們原來都是說 我們不投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我們跟四大基金剛好相反 他們是專投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因為國發基金的屬性是我們專投那種高風險 回收期很長 民間投資意願不高的 由政府帶投來投資 那如果你公司已經上市櫃 我們認為你的營收獲利已經不錯 而且可以跟社會大眾募資 所以呢早期我們不投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這是最後呢上市之前我們可以投 上市之後不投 那麼我們以前呢必須你公司設立了 我們才可以投資 因為我們要促進產業 投的不能是個人 一定要投到企業 可是呢在幾年前呢 因為國內呢為了鼓勵各位年輕人 創業創新的精神跟勇氣 所以呢加上我們歷年來的獲利頗為豐碩 所以呢我們就匡出了十億元的資金 打算用五年來補助任何年輕人 你還沒有設立公司 沒有創立企業 你只要有構想 你就來把你的構想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經過評估認為可以 我們願意呢分攤你的費用的四成 絕對金額以新台幣一千萬元為上限 換句話說我們鼓勵你創業創新 鼓勵你讓你有失敗的勇氣 因為失敗了政府幫你分攤四成的損失 成功了當然都是你賺的 所以呢這個叫做創業天使計畫 推出來之後本來打算五年呢要撥出去補助十億 結果沒想到呢不到兩年半就用掉了九億 現在呢還不到三年 我今天才統計呢現在已經用了九億四千萬元 所以呢剩下還有六千萬元 各位同學如果打算要創業 你趕快呢抓住這六千萬元 因為這個是真的是不同的時工環境我們提出的計畫 那麼最近呢我們還會再推出一個也是鼓勵創新創業的 不過呢我們不再做補助 我們是改為股權投資 因為我們認為股權投資呢 畢竟它的資金的應用效率比較高 因為呢我投資跟你就是生命共同體 我必須審慎的評估 而且投資完之後呢我要加強輔導經營管理 希望你公司獲利我也分享一論 如果你失敗呢我們報告寫不完 監察院立法院呢調查不停 把國發基金的整個呢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好那麼這個剛剛有報告呢 我們國發基金呢希望呢 當你在企業的整個發展的過程裡面呢 你一定看到聽到叫做產業鏈 我們這個叫做資金鏈 我們現在呢幾乎呢從你創業準備起 你有構想呢我們就有創業天使計畫 可以來做資金輔導 我們官方的語言叫資金輔導 不叫補助 因為補助聽起來比較不好聽 但事實上就把錢送給你 好那麼呢如果呢你是在總子期到成熟期呢 我們有直接投資 我們剛剛有提到第一種方法 我們直接投資到你的大型的募資計畫 如果你是中小型的 那麼我們有跟經濟部工業局 有加強投資簽訂器服務業跟製造業 我們跟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有加強投資中小企業 我們跟文化部呢有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那麼我們還有投了國內外南 有70幾家創業投資試驗 這些都是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 提供你在創業到公司上市櫃之前 所有的資金的需求 好那麼這個地方就要報告 國發基金呢成立已經超過44年了 你會發現到非常可怕 歷一年來只有投了87家試驗 因為我們偷偷都是大規模的募資 旗艦型的計畫 那麼剛剛有報告 除了民國64年到72年呢 有投資一些石化橡膠跟鋼鐵之外 後續呢我們的逐漸配合政府的產業政策 開始投資資訊半導體 後來就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到了民國大概民國90年的時候 開始投資生物科技 最近呢開始又導向綠能跟永續環境 好那麼呢 我剛剛有特別講一下 要強調一下剛剛那個趙燕就也提到 我們有台積電跟那個中鋼 我先說明一下 中鋼其實它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就像鄭愁語所說的 好因為當時我們要投的不是中鋼 我們投的是在民國84 喔已經快到了 有這麼快 我們在84年呢 投了一個叫過億鋼鐵 當時它的 它叫做高如熔熔還原法 因為它是節能健碳的煉鋼法 我們每人都不敢做 因為技術很先進 國國八字先跳進去 結果它不是技術失敗 它是裡面經營有出現的問題 所以最後呢公司呢就倒地不起 被中鋼併購 所以我們背後成為中鋼的股東 我要報告 我們的持股比例只有0.1% 所以它的污染 它的排碳 我們就佔0.1% 那麼台積電呢 當年呢為了發展資訊半導體 我們也是 配合行政業的政策 才能投資 雖然我知道它耗了很多 在民國幾十幾年 我不曉得現在才知道它耗了很多 不過要跟各位報告 雖然它耗了很多 可是台積電這個投資案 我們的獲利 就將近4000億元 所以呢 這4000億元 可以從事多少的綠能 永續環保 還有一些補貼 這個地方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好 那麼我們剛剛有提到GoGo 我們在去年也投了GoGo 投了10億 那麼在103年 投了保德能源 我們陸續呢 目前呢 我們配合這個的產業政策 逐漸往 從高碳走向低碳 大概剛剛有報告一下 好 這個呢 這個大概剛剛有報告 這個低空操場 那這裡面呢 還有個專業投資計畫 包括中小企業 包括設立技術服務業 製造業 還有包括專業天使計畫 各位可以想而知 這時候都比較中小型的 高碳的相信我都是大規模的 石化 鋼鐵 半導體 都一定要很大規模 所以這些大部分呢 都是走向比較低碳 那麼最近呢 我們又推出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剛才創立天使投資計畫 也讓各位知道 如果各位呢 你們不管自己本身有創業的想法 或者你現在服務的公司 或者你認識的周遭有任何人 只要你在產業的初創期 到上市之前的期間 有任何的資金的需求 都非常的歡迎來找我們共同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讓我們的產業的資金 更加的完整 因為他告訴我時間到 我再講一句話就好了 剛剛有提到 國發基金參與投資呢 當時台積電一家公司 就賺了4千億 如果把台積電拿掉 我們另外還賺了將近有3千億 所以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台積電就像太陽 有的台積電呢陽光普照 可是呢 滿天的新月交灰都被他遮嚴了 如果把台積電拿掉 四十幾年來獲利3千億 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政府基金 特別強調政府基金 獲利還這麼豐碩 我舉個例子就好 如果你每一個月 淨獲利一千萬億 你要獲利像國發基金一樣多 在皇帝還沒決定大戰自由之前 你就要開始工作 不然你是沒有辦法賺到國發基金 歷練來幫各位納稅人 沒有辜負各位的托付 我們真的是一個 除了促進產業成長 而且呢 也有一些獲利 能夠把一些獲利角庫 重新接交通建設 從各種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管道 來促進整個國家的發展 所以呢 以後有報章雜事 媒體立委民意代表 對我們有批評的時候 我們有這種實際的數字 可以來說明一切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我們那個書副執行秘書 那個 剛剛 他特別就有提到說 投資在綠能 我想待會兒有時間 再請他做什麼 或是待會兒 現場有這個同仁 年輕的同仁有idea 小孩特報名 這個天使創業基金 天使基金 這很重要 很多都是從夢想開始 當然要一步一步實際的 好 我們下一位就請到 能源局的明師兄 那我想 對於這個發展要捧貼 大概他也要從 APEC的角度 來看待這些問題 那一樣 你們有十五分鐘 好 主持人還有 各位在場的 男兵大家好 今天我將就那個 去年我國參加APEC 他其實在美國 有提出一個希望 所有的APEC會員國 可以進行 各個國家在 國內進行 化實在調補貼 改革的一個 狀況的一個 倡議 所以他要求 所以他希望會員體 都可以透過一些專家 到各個國家的一個 檢視 來提出各個國家在做 化實在調補貼 在未來政策推動上的一個 建議 那我國在去年參加 這樣子的一個 同材補貼 同材的一個 檢視 所以我這邊 就我們整個 參加這個 同材檢視的一個內容 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首先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 同材檢視的 這個案有怎麼來 最主要是在2009年 G20 在 比斯堡的 理修學院 其實就已經提出 他要逐步去消除 而且要合理化 無效率 的化實在調補貼 那可是他這個 除了強調所謂 他要改革化實在調補貼之外 其實他有提到一個點 他有發現說 其實目前很多的補貼 都是有他的一定的 針對性 就是說 我們最近常提到的 我們未來可能因為 能源價格提高會造成 所謂的能源貧窮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其實很多的補貼 其實他有一些是 針對社會弱勢的補貼這塊 他不希望因為我們去改革 而去影響到這些 可能本來有一定目標性支持的對象 在這個過程當中造成影響 所以這是他整個 進行化實在調補貼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方向 那在2019年提出之後呢 APEC因為我們也有很多的會議 其實也是GTNT的一個會員股 所以他也把這樣子的概念 帶到APEC來 而且也在透過承諾 自己本來做了一個承諾 就是他也類似像GTNT一樣 他要合理化 要逐步取消 比較鼓勵浪費性的一個 而且是無效率化實在調補貼 可是他同時也認可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必須提供基本能源服務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他也是強調 每個人應該都有 都有足夠的權力去享受 一定基本的一個能源服務在 那這樣子的一個 宣傳到APEC之後呢 一開始有些人他開始推動 降低無效率化實在調補貼 資源性申報機制 然後這樣子的議題 其實在APEC裡面 也獲得了一些會員提的支持 所以2013年 美國就提出了 APEC化實在調補貼 同材檢視這樣子的一個倡議 所以就開始進行 各會員之間的一個 同材檢視的一個作業 那從2013年提出之後呢 其實就有陸續這些國家參與了 化實在調補貼 那五國是在去年跟越南 一起參與這樣的機制 所以這個是 目前化實在調補貼的狀況 那今年的新聞來 來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同材檢視 好 那我這邊可能要去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APEC它其實 它被實在 剛剛我們提到的 從G20的一個化實在調補貼 改變的一個宣言的一個實質內涵 再到它自己本身對 化實在調補貼的一個 詮釋 所以他們在化實在調補貼 其實它非常強調這幾個目的性 尤其是我們前面提到兩點 第一個是所謂的有效性 它要去檢視說 你目前在國內所採取各樣化實在調補貼 有沒有達到你當初要補貼的那個目的性 它有沒有那個效果有沒有出來 會不會有一些 額外所不希望的一些負面 或是其他的一些眼鏡效應產生 第二個是它會要去檢視 你所採取的補貼方法 是一個有效率的方法 那也就是 它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來替代你目前的方法 才讓你的補貼 或許它本身就是它問題 它可能正對配音團體 有它存在的必要 可是那個存在必要 本身是一個有效率的一個補貼方式 也是它們檢視一個重點 所以這是我們在接受化實在調補貼方法 從此檢視的時候 特別提出來 有關化實在調補貼的一個目的性 好 那它也提出了 就是它整個 針對改革的一個指導原則 所以它特別強調說 它改革的目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 降低化實在調補貼的一個浪費 就避免我補貼而衍生更多的一個 化實在調補的一個消費 那這樣子當然就會去降低 還有其他的環境效應 因為目前大家也知道 化實在調補貼方法的一個主要來源 那另外它也特別想到 改革其實是 必須更有效率去配置資源 那最主要是說 你怎麼去通過改革 讓你的資源是有更有效性 更具生產力的一個配置 那另外是說 它也特別想到改革其實還是要去注意到 要保護貧困族群的一個重要性 尤其是避免所謂的能源貧窮的一個 情況的一個發生 那最主要它也認為是說 改革必須要支持一個長期的有去成長 而且要注意對總體積極的一個衝擊 所以它會覺得其實有些政策 反正其實它有它複雜的一個連結性 可是也要去注意到 我在改革過程當中 有沒有適當的配套措施來避免 在改革過程中 對特定團體 或是不是對總體經濟所造成的一個衝擊 是可能也要去注意到的狀況 所以它也 它在做所謂的補貼的改革的 從來解釋裡面 這也是他們所定出來的一個基本原則 這是我決定要跟各位做特別說明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去年所進行 APEC Peer Review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這次總共提出了五個項目 來供專家團隊來進行檢視 那它其實作業其實我們有 我們當中接受 願意接受這樣的同台檢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跟國內相關單位來談談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目前它正在進行的一些補貼提出來 可以接受外國的專家來 寫出我們看有沒有一些改革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內部其實有一些討論的一個過程 最後我們決定了這五項 那前面兩項最早是由農民局 就是經濟部主辦的 針對離島油品的一個海運運費的補貼 那另外就是我們針對 所有的公用的一個路燈的一個定價優惠 那另外三個是目前農委會 針對農民主要的像 農機設備的一個免增捏水的補貼 還有農業動力用電體用期間基本電費的減免 還有農機設備的油價補貼這三項 那剛剛那個 那個 其實有些項目為什麼沒有放進來 當然有些單位可能會認為 可能有些涉及到國內的部分 如果把它變成一個檢視對象的話 會不會在打GUTO的加入值下 掩申一些額外的困擾 這是其中一個考驗 那另外一個考驗是因為 其實補貼的項目或許 就是它比較多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會 中整成幾項來看 其實這五項或許有一定它的代表性 那用它這個代表性來做解釋的話 或許相關的一個專家建議 是可以提供給補助項目來做參考的 所以我們就認為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提出的離島的這樣子 一個油品海域補貼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用來檢視 我們針對離島地區居民的相關補貼的部分 有沒有進一步可以去檢討的地方 那像針對公路路燈定價補貼的部分 其實可以當作我們在檢視其他地價優愛的部分 其實有沒有相關的一個 同樣的一個狀況 那農機的補貼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當作整個農業跟漁業補貼的部分 整體的一個解釋的一個參考 所以就是我們當初提出的一個背景 那因為其他三項涉及到農委會的部分 那可能它背後有一些農業政策上的支持 或農業政策上的一些考量 我可能這邊不方便去製作它 那所以我就就整個五項裡面 前兩項的去接受補貼的部分 然後我們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的部分 我特別提出在做說明 那所以第一個我要跟各位說明 就是我們在離島地區油品海運補貼的一個解釋項目 那可能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為什麼有這樣的補貼產生 最早的事情大家知道 離島的一個油品大部分都要靠國內傳運過去 那傳運過去的話 它相較於國內在油的販賣場 它就會多了這一段就是海運運輸的一個成本 那因為我要有這段海運運輸 我就要投入相關的一個原地跟物理 包含我相關的碼頭設備等等要去保護它 那我們就認為其實離島的居民應該跟本島居民 想有同樣價格油品服務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們就去補貼它因為居住在離島 所被衍生相關費用的這一部分的一個成本 所以我們主要補助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希望把這一部分補貼之後 讓離島民眾的價格其實可以跟台灣本島的地區是相近的 所以我們補的是公油業者本身它實際所產生的運輸成本 而且我們是它發生以後你發生多少錢 我們才採取事後撥款 所以不是一個定額的部分就補貼給它 那可是呢這個部分現在可能大家才會聽到 離島的地區油價可能比台灣便宜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知道其實整個離島地區在整個國巴會的離島的一個條例之下呢 離島地區它目前是免徵營業稅的 所以因為我們希望它價格一樣 結果我們補了它的那個離島的運輸的相關補貼完之後 它用免徵營業稅 所以目前在離島地區它的油價售價會比我們本島來的第四到五 就是因為它免徵營業稅的關係 所以它結果是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背景是這樣子發生的 那整個那個專家來之後呢 他檢視完呢 他提出他的檢視發生 第一個他當然是認為這絕對是一個所謂的化繩道補貼 因為我們就針對離島地區民眾他在油品價格上的一個差距的補貼 可是呢 他也知道是說 因為我們這整個補貼的過程控管得非常嚴格 所以他不會讓補貼的對象 也就是油公司會有一些炸氣或浪費的行為 可是他也認為是說 因為我補貼了油公司 所以油公司可能他就認為 反正你這麼多補貼給我 所以我都不用再去思考 我怎麼去改變這樣的行為來降低我的成本 因為這補貼的成本是我這麼多補貼給我 所以他認為你這樣補貼的行為會降低那個油公司本身去 精進它的運輸業務啦 或是降低它的整個運輸的成本上面的一個誘因 那他也認為是說 我們最後總的結果其實會造成離島地區的油價比本島便宜 那這樣就會讓離島地區居民 降低它去節約用油的一個用油 所以這個是他們解釋的一個發現 那他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他第一個建議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不要去補 直接補貼這樣子的一個差價 我們應該把這樣子的一個額度呢 全部提供給我們補助的離島地區的地方政府 讓他當作整個地方政府的一個 預算的一部分來做總體應用 來決定他這個針對離島居民的部分 他怎麼去運用他所獲得這一部分的一個 金錢去達到離島地區去促進社會福利的一個考量 這是他們的一個建議 那另外他也像剛剛我提到的 所以他建議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樣子的補貼拿掉 然後去針對離島地區 比如說去補低它深色再生能源 然後提供能源消費 或是補助他去購買電動車等等 來降低離島地區對化成要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他也認為說 我們應該針對整個補貼的設計跟成本 再做進一步考量來確定 我們這樣子的分配是不是適當的 那另外他是認為是說 可是他也要我們考慮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樣子的補貼取消之後 會不會影響對離島的居民公爹 就是使用油品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會造成一些影響 這也是我們要考慮到的一個地方 這是專家對我們的一個建議 好那這是第一個受解釋的項目 那第二個我們被受解釋的項目 是有關購入路燈 那購入路燈其實它是一個 已經時間非常久的一個補貼項目 因為從應該是幾十年前 在地方政府因為他們地方的預算比較急距 然後我們認為路燈其實被視為一個 促進公共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空口財產 而且使用路燈應該要有一定的用路安全的權利 所以我們就去補貼地方政府 在針對他路燈的部分做電價的補貼 那補貼的部分最早是由台電來進行 因為台電是它是目前國內在輸配電上 這一個獨佔的一個事業 所以它要求 而且台電它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轉移給那個消費者 所以它可能會產生一個所謂的交叉補貼的狀況 可是我們也發現是說 那個因為我們針對所謂的路燈的 設施路燈的那個燈的品質 還有它開關燈的時間其實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規範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規範在每個地方都一樣 它不會因為我比較便宜 我就會多優一點 因為它一定是燈焊的才亮等等 所以它倒不會造成 因為我們這樣子一個優惠而造成它使用量的增加 那另外呢其實這幾個大家常聽到 我們已經開始推動所謂的水銀路燈落日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開始鼓勵所有地方政府去換它的路燈變成LED路燈 所以大家知道LED其實相對於傳統的水銀路燈 其實它是比較節電的 所以它會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浪費 它的那個電力的消費的 使用電力的那個量是比較少的 好那幾次團隊它有幾個發現 它當然發現它認為這附貼是一個沒有效率 它有在沒有效率的地方 最主要是認為是說台電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補貼 把它反映給其他的消費者 所以是一個消費補貼 所以對台電來講 其實它沒有一個動機優因去改變這樣的狀況 可是它也知道是說 就像我們剛才講是有一些民居歸放在 所以它不會造成的額外的浪費 可是它還是認為中長期來講 因為地方政府被補貼了 所以它就沒有足夠的優因去改善它的一個能源效率 比如說它就換路燈等等之類的一個優因 那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它是說其實我們有沒有可能去進行去 去檢核我們補貼的一個必要性 因為它認為其實不一定所有的地方政府 全部都需要被補貼 因為可能有些地方政府它的層次都會比較理想 所以我們應該針對需要被補貼的地方政府 直接去補貼它 就是財政比較差的一個地方政府去補貼它就可以了 另外它也認為是說這樣的狀況 其實會有讓地方政府沒有去提高能力效率的優因 可是它也知道是說 其實目前我們推動很多 像有些地方政府推動換LED路燈 其實它是採所謂的EXCO的一個概念 就是它是用所謂的電價的差額去補貼 它換LED路燈的費用 所以提醒我們說如果要取到這個的話 其實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換LED的這樣的政策的一個推展 可能也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這是整個那個 檢視團隊的一個建議 好 那我這邊要分享一下就是說 能力局參與這樣的補貼 我們透過這樣子這兩個那個 我們被檢視相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APL的專家團隊認為其實這些補貼都可以達到 我們當初所設定的那個政策目的 比如說照顧離島軍民或是針對地方政府 去維持路燈一定的一個服務品質 然後他就認為這是可以的 可是怎麼去更有效率去達成 他認為那個方法其實可以再去好好想想看 有沒有更有效率的一個方法 另外他認為其實我們 就是他給我們在整個互動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發現出 其他國家也會可以發現這種狀況說 其實尤其是補貼這件事情 你要去改變現況是一個非常具挑戰性的任務 尤其是這個常常不是一個單純的能源於問題 他常常是主政者本身有沒有足夠的真的是決心 因為他常常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 他在背後衍生的是更多的社會問題環境問題 甚至是政治問題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去面對地方政府 你所被影響的對象 或是其他可能會進階被影響的對象 所可能造成的一個反彈 對你整個政治環境或是整個國家的影響 其實是你必須要有最後結局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另外我們認為是說 其實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除了要做之外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一個機制之下 怎麼讓所有的資訊跟機制透明化 那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都進入到這機制裡面 共同被討論跟參與 我們覺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必須讓外界人知道 到底是誰在被明貼 也知道這件事情要到哪裡去 也知道它的影響的方向是什麼 大家才知道怎麼去改變它 那這個都應該被透明的被討論 那另外我們覺得 其實內部的討論也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我們認為其實針對所謂特定對象的 我們現在目前因為 因為不同的單位都用自己不同的切入點 去針對同一個對象做補貼 所以它常常可以做補貼的機制 都是所謂在一個價格的方面去補貼 就是你可能價格比較高 或是我認為你負擔不起 所以我就讓你用比較低的價格 去享受這樣的服務 可是我們提出的是 有沒有可能內部去協調 針對我要去協助的對象 它的主管機關 透過它的一些特性 比如說我要補助的是一個比較弱勢的族群 那可能它弱勢在於它的所得 所以有沒有可能針對它的所得去補貼 來避免因為價格而產生的浪費的狀況 那這個其實都要 必須透過內部的協調 讓它所有的東西被統一之後 才有辦法讓它的無銷電話被去除 這是我們覺得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所想提出來討論的一個點 好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莊助組長 不過這個補貼聽起來 背後還是有一個根源 如果補貼是因為補貼化石燃料 如果電的補貼 補貼的來源不是化石燃料的話 不是燒美燒油的話 或是燒天然氣的話 那補貼化石燃料這個情況會改觀 所以背後是一個體系的問題 如果台灣有早一點 是有其他的發電的來源 比較多元的來源的時候 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好 我們最後一位就請到 商務林ORG的這個梁宜 那梁宜可能要把握一下時間 好 謝謝卓老師 然後幫你今天就是 像我們團隊期待滿久的一場活動 終於在台灣發生囉 然後今天很開心能夠 跟大家分享一下 350在全球從2001年開始 做撤資運動的一些過程跟歷程 那350其實是一個科學的數據 然後它是一個二氧化濃度的意思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關注科學的數據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超過400PM全球平均的話 350是一個希望讓全球的每一個人都可以不用離開家園 然後維護南太平洋 導補他們的我們所成為氣候增益的一個選項 所以我們當初在產地的時候 就是以這個數字科學圖為命名 那在開始創立的時候 就做了很簡單的數字的運算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查一個電影叫Dudermans 就是做數學的運算 所以其實全世界裡面的碳運算是固定的 剛才那個照理研究員也有提到說 家衛有提到說 美印就現在存在地底下的化產量產業到底有多少 那如果是根據巴黎協定裡面來說 現在平均EAU的話 我們就是美印年的排攤大概是40GIGAPHON 然後大概只剩下5到12年就會到這個2度之一的界線 那其實我們地底下還有更多 有3000多的GIGAPHON在地底下 所以35-0就提出一個訴求 是說要keep in the ground 就是讓它留在地底下不要再挖出來再燒了這個訴求 其實就是做了簡單的數學的運算 那三文也做了跟英國衛報所做了一個keep in the ground 這個故事是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去看了這些排碳的大的來源是從哪邊來 發現其實3分之2全球的排放量都是從前200大宗的90大公司裡面去做排碳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如果從民間的力量去做的話 前九次它就是這個標的物 如果把它們就是變成了更低碳 深度低碳或是完全的零碳的話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那所以我們其中一位董事在前兩年的時候就開始寫了一本書 叫《推翻地夫》 《This change everything》 然後南米塊他後來很幸運的台灣有一家出版社也翻譯成中文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我們現在350台灣團隊也有在做電影的播放 那這是從兩年前在探討說資本主義跟氣候危機這件事情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繼續去行動這件事情 那350到底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會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我們是一個氣候運動的草根性的推手 那在推動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這邊應該也有幾位夥伴有參加過我們的活動 那就是我們簡單就是跟人民的力量站在一起 那簡單用一個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播一下 先跳出來 好我希望他有字幕有嗎 有嗎 好有字幕好 好 好 那 這 在 嗯 我幫你們弄音樂的時候 350在做的事情其實有四個手段 第一個手段就是我們從人民的力量建構力量之外 然後第二個手段是我們透過培訓 讓新的事實在跟未來的事實在能夠了解氣候危機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透過金融的角度也就是撤資這件事情 去讓化塵料產業能夠盡早地擺脫它 我們的戰鬥對 climat change 是一個戰鬥對力 但不僅僅是那種的力量 擺動我們的車子 或保持建築物的平衡 我們必須重新重新的力量 我們必須重新的力量 從社會擁有的力量 Fossil fuel companies are the wealthiest and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s on the planet and their cool business model threatens all of us for decades they have corrupted our governments ravaged our planet and treated the atmosphere like an open sewer whil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devastate the people we've done the least to cause the problem we believe in a sustainable and prosperous future which is socially just and economically fair our mission is to inspire, train and mobilise people to bring power back to citizens and create a thriving global movement to put the heat on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drive our leaders to act and create the climate solutions the world needs we will confront the power of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dismantling their social license and stopping their projects on the ground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locally with communities affected supporting those responding to climate disasters and working to promote investment towards community-based sustainable initiatives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we will keep targeting and pressuring local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 on reducing emissions but we need everybody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there are ways to plug in whether it's joining our campaigns online organising for climate action in your community or joining a mass mobilisation to move beyond fossil fuels and to a clean energy future there's room for everyone in this growing movement together we can create a new kind of power thank you and than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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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應有得的權利的社區裡面跟人民的手上 那撤資其實就是投資的相反 所以很簡單 所以大家存錢也是一種投資 你投資買個東西消費也是一種投資 那撤資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我們三五零 在2022年的時候在美國大選裡面發起 其實是在南非的時候他們之前因為種族 就是黑人跟白人的權利 政治權利的關係就已經在推動這件事情 那我們會講撤資我們都會說 它是一個海浪般的侵襲而來 因為撤資這個運動是公民的力量跟大家討論而來 就是對話產生 就像今天這樣子的沙龍是一個對話產生 所以那時候南非開始的時候 他們1960年然後到1977年1988年 然後越來越深越多越來越多浪潮產生的時候 其實都是公民社會的浪潮開始在運作 並不是就是只有一個人或兩個人在那邊做運作這個運動 那剛剛家瑋有提到的數字就是我們三五零在做國際網絡的時候有一個Fossil Free的網絡 也歡迎大家可以上去看 我們不定期的都會在上面做更新 那這邊也邀請國發金如果哪天有宣布撤資的話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做登錄 就可以讓那個數字再多增加一些些 然後台大的兩億多啊如果在測試的話也可以增加再多一點點 然後或是能源局如果想通的可以加入的話 政府的部分行政院這邊也可以加入 但在這件事情我們其實也有針對國家的層級 像我們針對反帝綱比較小型的國家開始 然後在他們的投資裡面 投資的總額跟標的物非常的多 等一下會大概講到 但先講一下國際的支持有非常多的人支持了 包括像大家知道李奧納多這個大明星 他以為把他所有的存款投資跟存放在一個綠色的銀行裡面 跟前秘書長潘基文 還有剛才講到的Cope之前的很大的工程 Christina Vickers也有在裡面做支持 那英國的銀行也有做支持 那大家都好奇撤資之後那到去哪裡呢 那其實Fossil Free這件事情已經不是 到東亞應該是最近這兩年的事情 因為就是我這個部門在負責工作的 但在美國跟西方世界已經有個Divest Invest的這個Indicator 如果大家好奇說那撤資那些錢到底要轉投資在哪裡 其實已經有非常明確的Fossil Free Index 就是這個指標可以去看說 如果今天投資是像剛才講到補貼是沒有效率的 什麼是有效率的投資可以讓這個投資更有效率的錢 可以鼓勵大家去看這個網絡裡面的資料跟數據 那撤資的理由很簡單喔 就是三五零最常講的就是三個 第一個就是三五零的數字科學理由 就是現在有超過十倍以上的化產料在地底下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經濟的理由 因為就未來經濟需要轉型 然後社會的風險需要降強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錢 讓有錢能使鬼推磨 讓這些錢能夠轉移到未知新的選項上產生 第三個部分就是道德的選擇 都知道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 所以像教宗也有在這件事情上面有做很大的宣誓 那我們也在訴求說宗教的團體像佛教、道教 搞不好也可以跟很多的團體一樣加入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嘗試在想說 搞不好跟磁叉集團體也可以聯合一下 看看討論一下在宗教上面道德的選項 是不是可以跟宗教的方面做結合 那其實到今年的5月我們才第一次正式的在東亞這邊做了一次的動員 然後這次是真的在東亞的各個國家裡面都有做 台灣我們也有做了一些行動 那用一個簡短的影片 跟大家簡單的報告就是我們做的運動 想在說的事情是什麼 那可以幫我點一下GDM的那個影片 很短的影片 有在這裡嗎 好 好 那最後再播好了 那我們先回到簡報 先把簡報講完 這樣時間會比較好拿捏 好可以幫我再放到全部 那我們在今年5月的時候在台北的街頭 就號召二三十位的志工做了一件溝通的事情 然後 現場也有來那時候的主辦Martin的現場 如果想跟他討論說 我們跟了五百位觀眾怎麼講化石燃料這件事情 發現有很多的困難喔 我相信現場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化石燃料是什麼 台灣因為中文的關係 化石跟石化常常非常常用錯 所以我們參與台灣在網路的臉書做了一個小字典的事情 如果大家現在有知道化石跟石化差一樣嗎 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化石是化石燃料的簡稱 是Fausal Fuel英文 那石化是石油化學的簡稱 所以石油化學是比較小的序塊 化石燃料是一個大的範圍 包括煤炭、天然氣 都算化石燃料的反送 所以就算很多在做環境運動跟環境關心的人 常常都會把這兩個字寫錯 媒體也常常寫錯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有趣的東西在網站上面 然後在線下的時候也跟大家做溝通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些遊戲 但我們針對的主要兩個對象是政府跟銀行 那台灣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很大的火力發電廠 在確認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也只是說 趕快就是全力發電喔 但其實中間造成了非常多的健康的影響 這件事情也跟台灣很多的前輩 在最後又來幾位 他們在推動無美家園這件事情 是最近這兩年台灣很在乎的這件事情 那在東亞也有很多 像越南跟馬來西亞都早就已經在推動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談點說 不只在金融方面 那到底損失的生命是多少 可以做估算出來 那我們用藝術的方式 用一些顏色的廢啊 然後加入了空屋的這件事情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金融面可以去做化石燃料補貼這件事情的討論 所以我們就有一位夥伴也做了 跟幾個不同的團隊去探討說 台灣的政府補貼了多少預算 但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把很難的數據做簡單的溝通 像你看到的這個數字一照兩千多億 你一定絕對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錢 因為我們沒有像就是 蘇富之密這麼有經驗知道說 啊這個金融可以投資的幾千塊可以投資哪裡 我們一輩子都賺到那個的錢 我們怎麼會知道那個錢要怎麼做運用 所以我們就做了很簡單的溝通 做了一個簡單的懶人包就是說 一橋到底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就算說可以買多少個便當 然後疊出來可以讓民眾可以知道說 喔這些國家的錢 讓我們的稅金去做主要的運用 那做這溝通的時候其實也可以做一些對比 所以我們就發現在教育啊社會福利 我們所有的學費補貼 現在大學學費含漲 那到底每一年的補助其實就只有四千四百億 要把這所有的類別加起來 才會有化成要補貼 所以我們就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化成要補貼到底是有多少 用簡單的方式讓大家去做了解 但數據的方面還沒有那麼的完全 也是靠著空險中心 最近也做了很多國立大學各大學的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研理說 是不是可以在各大學裡面去做 這樣簡單的懶人包這件事情 這樣更多的年輕學子指導這件事 那這是我們之前在五月的時候跟台灣的換團 在空氣污染的部分然後一起提供了金融層面 就是希望這邊咬閉人員覺得 上次公聽會我們有去 立委辦的座談會我們也有去那邊諮詢 就邀請說看能能跟中央跟地方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是可以辦一個討論會 去看看說我們現在的健康跟我們的補貼 到底怎麼樣可以再做有效的運用 我相信有很多的換團會很 跟我的朋友們都很幸運可以去參加 那在東亞的部分我們做了一個網絡 讓年輕的人可以在第一次開自己的銀行的戶頭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一個綠色的產業跟綠色公司去加入 所以我們就稱為DIM 那最近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們也在台中舉辦了這一次東洋集會的活動 然後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們這次在台中舉辦的活動的監獄 那接下來我們計劃的是在東洋要發動這個工具 那在投資的標地物上面就是在火力能源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跨國海外的投資 台灣像是在去年六月 是六月嗎五月五六月的時候 在越南排塑集團有一個進鋼場的一個污染案子 其實就是台灣的中鋼跟另外一家公司投資的 那時候造成的越南很大的洪動 台灣這邊也有很多的環團在關注 那我們就在處理這樣的境外投資 我們會希望把數據用簡單的圖表 然後一點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跟東洋的各個網絡也邀請現場 如果大家有一些數據的 風險中心的數據我們都可以放上到這個工具裡面 用圖像化的團隊的力量去把它簡單的呈現出來 那最後就是希望可以邀請大家有一個測試台灣的網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影片大概一兩分鐘的時間 會講我們在今年五月的時候做的一些行動的總結 在GVM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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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面 對 這個 他們有支付 對 他是 Well I'm not a big believer in man-made climate change Australia is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coal 但是現在的風格變化 虛惠嗎 科學科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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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了一层的炉炉炉 上海的一层的炉炉 然後大家可以上 去看這個影片後面的資料 那接下來討論就希望可以有更多行動的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楊明 我們這個台灣在國際上 大家有沒有注意剛剛那個之前的影片 那個基本上是一個英國槍 今天還是一個UK的AXEN 那我們台灣現在在北京的打壓裡面 國際上的網絡其實還蠻困難的 那我們有這樣的年輕人跟各位一樣 都能夠在全世界的網絡進行這樣的行動 為他們感到非常的驕傲 那各位看最近才不到前幾天 那個艾瑪爾這個Tenadol 採紅掃過海地 然後現在已經到美國了 六百萬的撤退行動 那現在這些島國要聯合到聯合國去控訴 這些開發中國家 造成他們這個氣候區變 造成他們非常嚴重的損害 我想這就是一個全世界發展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就不是只有理念而已 很多人就說 哎呀在倡議西歐行動講的都是老調 其實不是老調 這些都跟我們生活非常的接近 好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就開放給在場的同仁們 來發言 那時間關係就請發言的同仁盡量 第一個就先麻煩你先自我介紹簡短 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呢大概兩分鐘為限 可以嗎 OK 好 那不曉得現場有沒有同仁要發言 來